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部电影的无脑爽片 看了一会儿黑姐觉得有些无聊 就问黑哥要了点零钱 冲来买爆米花和可乐 回去的时候一个鬼面人突然出现 将黑姐吓了一跳 看着黑姐花容失色的样子 黑哥开心的脱掉了面具 目的达成之后 黑哥便去了卫生间 此时他突然听到隔壁隔间 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好奇的黑哥赶忙将耳朵凑过去 可他还什么都没听着 便被隔壁的鬼面人刺穿了脑袋 等他痛苦倒下后 鬼面人又装作黑哥的样子回到了放音现场 这会儿电影正演到惊险刺激的地方 有些害怕的黑姐便尖叫着躲进了鬼面人的怀里 这一躲便被他发现了异常 鬼面人眼看身份暴露也就不再伪装 他抽出一把肋刃直接插进了黑姐的腹部 黑姐惊恐的尖叫声被观众的尖叫声淹没 没有人注意到在电影角色被杀的同时 他们身边也有个可怜人惨遭鬼面人杀害 直到黑姐强人剧痛来到电影萤幕前 观众们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只可惜黑姐已经没救了 血腥刺杀上映的第一天 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不是原刑中的幸存者们 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女主角席尼的电话 几乎要被骚扰者打爆了 与此同时 他也看到了玉影里上 亮明学生被杀的新闻 这起案子让席尼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既让门蜂拥而至 堵着席尼宿舍的大门 想要取得一手采访资料 但悉尼没空配合他们无聊的采访 他大步向前甩开记者后 找到了正在上课的兰迪 这人也是当年那场凶杀案的幸存者 由于在案件发生时 兰迪总是能利用恐怖片定律 准确一只凶手的下一步的打算 因此悉尼想要听听兰迪对此时的看法 但这次兰迪就觉得 这一切只是个意外 等到过段时间 电影热度下降之后 一切都会恢复到 况且人要好好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 不要老被那些可怕的过去困住 在兰迪和新男友德里克的安慰下 心急暂时按下了心中的不安 但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因为除了他们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 其中就包括 那几凶手案中的幸存者 记者盖尔 死里逃生的他 将一年前的案子写成书并出了版 而这本书也成为了电影 血腥刺杀的剧本原箱 凭借着小说和电影的热卖 盖尔名声大噪 在案子发生后 他也第一时间也收到了媒体的关注 无数记者都想要采访盖尔 尤其是这个名叫戴比的记者 他蛮连茶妹的表达着 自己对盖尔的崇拜 但盖尔并不买账 他当众掺穿盖比虚伪的面具后 大摇大摆的来到 预影典礼杀热案的记者发布会 盖尔不断带有明显的指引性的问题 目的就是将这件案子 和当年的案件扯在一起 这样不仅可以为电影的热度 再添一把火 还能让自己拥有更大的名气 当然为了博取眼球 他所做的可不只有这些 发布会结束后 盖尔又找上了席尼 作为曾经一起面对过危险的朋友 席尼没有拒绝盖尔的谈话请求 但他没想到盖尔此次前来的目的 并不是叙旧 而是想要搞个大新闻 只见盖尔身子一侧 一个西装革虑的男人 便从后面走了出来 这个男人名叫科顿 是席尼母亲被杀时的嫌疑犯 盖尔对着摄像机 介绍着科顿的身份和经历 他言辞尖锐地指出 正是因为席尼的供词 科顿才会被迫做了一年的冤狱 盖尔意有所指的话激怒了席尼 他本想转身离去 盖尔却跟在他身后 切而不舍地追问 终于忍无可忍的席尼 转身一拳将其击倒 而盖尔倒下后 第一件事就是关心摄像师 有没有将这一幕记录下来 很显然 他是故意激怒席尼的 为的就是让自己的采访 更加具有冲突性和戏剧性 为了不将事情闹大 德里克赶紧将生气的席尼 拖出了人群 这一幕被同样是 案件性侦着的警察胡子哥看到 虽然胡子哥是盖尔的爱慕者 但这次盖尔的行为 术实有些过分 人生不了的胡子哥 直言指责了他的所作所为 当晚为了放松心情 心急的闺蜜带着他 参加了同学间的一个聚会 与此同时 和他们住同一个宿舍的学姐 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 不但能准确叫出学姐的名字 还语气阴阵阵地 问他要不要去死 学姐以为遇上了恶作剧 便打电话和朋友吐槽起这事 但没想到电话那头的人 竟是来真的 鬼面人在学姐接电话的时候 突然出现 惊慌之惯的学姐 一边朝楼上逃去 一边抓起手边的东西 扔向鬼面人 最终在跑到顶楼的时候 鬼面人成功地追上了学姐 他先生一把将学姐推到窗外 紧接着拥用手中的匕首 狠狠刺了学姐两下 看着拼命挣扎的学姐 鬼面人一狠心 直接将她从楼顶扔了下去 学校发生这样的大事 警察很快就来到了现场 参加派对的同学 知道了学姐被杀的事情 纷纷要去现场凑热闹 只有西尼因为当年的事情 对死亡心有余悸 没有挤破头往案发现场凑 但独自留在派对现场的他 却接到了鬼面人的电话 在挂断电话后 下一秒 鬼面人就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 西尼毕竟也不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他一边呼唤着男友德雷克的名字 一边颇有惊艳的闪身 躲过了鬼面人的所有攻击 德雷克听到后迅速来到门边 但很可惜 他成功堵到西尼 鬼面人转身从侧面绕了过去 虽然他确实堵到了西尼 但由于时运不计被沙发绊倒 西尼还是抓住机会 从后门逃了出去 德雷克此时也绕到了后门 在得知凶手还在房子里后 他便不顾自己安慰冲了进去 这时胡子哥也来到了西尼身边 听到里面传来的打斗声 胡子哥二话不说也冲了进去 但等他赶到公寓内的时候 鬼面人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受伤的德雷克 惊慌地坐在地上 胡子哥简单地为德雷克 处理了一下伤口 就将他送到了医院 看着被自己连累的男友 西尼有些郁闷 男闺蜜贴心地凑了上来 想安慰他 开导他 但他的话却引起了西尼的注意 男闺蜜认为 西尼明明已经安全逃出来了 德雷克还非要冲英雄 回到屋内找凶手单挑 正常人不应该是远离危险吗 听了这话 西尼瞬间想起了去年的那起案子 藏在鬼面人面具下的凶手 刚好就是他的男友 而他这次不会这么倒霉 又碰上变态杀人犯了吧 西尼虽然不想恶意揣测任何人 但男闺蜜的话 还是将怀疑的种子 埋进了西尼心里 从医院问完话离开后 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 警长将所有受害者的名字 写在黑板上 此时盖尔突然发现一个规律 这些人和一年前 鬼面人凶杀案受害者的名字一样 看来是有人在模仿 鬼面人凶杀案胡作非为 胡子哥意识到这样下去 西尼可能会发生危险 赶忙提醒警长对西尼实施保护 好在警长也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提前安排了两名便衣警探守护他 回到学校后 西尼找德里克说出了自己的心理话 他也害怕德里克受伤为由 让他在这段时间离自己远一些 可没想到德里克一眼看出了西尼对他的怀疑 此后两人之间的气氛一直有些尴尬 为了缓解这种尴尬 德里克在吃午餐的时候 当着全校学生的面 为西尼唱歌是爱 其中西尼被他的行为打动 暂时放下了心中的疑惑 两人之间的气氛也重新变得甜蜜了起来 但伤人狂这个威胁 一直存在总是影响大家生活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蓝迪 胡子哥和盖尔三人聚在一起 讨论起寻找凶手的办法 站到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鬼灭人主动打来了电话 意识到鬼灭人可能就在周围 盖尔和胡子哥马上开始寻找起他的踪迹 但三人都没想到 这竟然是个调虎离山之计 等二人离开后 蓝迪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鬼灭男掳到盖尔的新闻车上 只见鬼灭人手挤道路 一刀刀刺向蓝迪 很快血液便剩了一地 另一遍 悉尼独自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 电脑上突然跳出了鬼灭人的警告 悉尼被吓了一跳 那动静自然也惊动了身后的便衣 就在便衣警察们努力查询信息来源的时候 出院后疯狂想要出名的柯顿找上了悉尼 为了曝光量 柯顿极力劝说悉尼跟自己一起参加综艺 秦尼不肯 气急败坏的柯顿便大声指着悉尼陷害自己 让自己做着一年的冤狱 柯顿的暴躁的声音引起了便衣警察的注意 于是作为嫌疑人 柯顿再次被带进了警局 不过由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他是鬼灭人 柯顿很快就又被放了出来 兰迪被杀案取证结束后 媒体再次堵在了警局门口 所有人都围在柯顿问东问西时 记者代比再次拦住了盖尔的驱落 他不停地在盖尔耳边叙叙叨叨 想要获得一些信息 但却被烦躁的盖尔冲骂一顿 兰迪的丧命让盖尔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要凶手没被抓起来 大家时刻都暴露在危险之中 只有除掉这个凶手 大家才能过安稳日子 想通之后 他便和胡子哥一起查起案来 二人来到一间教室 盖尔拿出自己摄像师拍下的所有录像带 希望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案子没查出来 二人率先查出了爱情的火花 正当他们探索对方身体的时候 悉尼发现一卷不属于自己的录像带 里面的内容正是学姐和兰迪被杀钱的画面 二人默不转睛的盯着屏幕 但紧接着画面一转 里面竟出现了二人此刻的被摇 意识到鬼灭人就在身后 胡子哥想也不想便追了出去 但很可惜 这次他依旧没有抓住狡猾的鬼灭人 失望的胡子哥回到教室 却看到鬼灭人突然从盖尔身后跑了出来 伸手敏捷的盖尔撒腿就跑 最终躲进了学校的一间档案室 凭借着里面的装饰墙 盖尔一路躲躲藏藏 一直没被鬼灭人发现 最终他成功地躲进了一间录音室 片刻后胡子哥追了上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躲在录音室中的盖尔 于是拼命地敲打着玻璃 希望可以引起他的注意 可这些玻璃隔音效果太好 胡子哥弄出来的动静 没能惊怒盖尔 反而惊怒了鬼灭人 鬼灭人闻声寻来 并直接当着盖尔的面 狠狠地刺上了胡子哥 解决完胡子哥后 鬼灭人又想来杀盖尔 好在盖尔及时推翻架子 挡住露音室的门 鬼灭人这才没有得吵 另一边为了安全起见 警察带着悉尼和他的闺蜜 准备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说要暂时躲上几天 在转移途中等红绿灯的时候 鬼灭人突然出现 他一拳赶死玻璃 并顺势割破了司机的脖子 车上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惊声尖叫 副驾驶的警长下车准备反击 却被鬼灭人一脚踹翻 紧接着他又抓起警长的脑袋 狠狠砸向玻璃 一整套连招下来 警长很快便失去了反抗能力 这时鬼灭人爬上车子 将驾驶座的尸体推了下去 车子后座的二人疯狂地串门 想要下车 但很可惜 警长的后座上锁之后 无法自动打开 二人只能看着鬼灭人开车 撞向持枪阻挡的警长 只见鬼灭人猛踩油门 开着车子在马路乱撞 并想要以此 将引擎盖上的警长甩掉 但最终车子失去控制 狠狠地撞向了隔壁的工地 在巨大冲击力的作用下 钢管直接戳破 警长的脑袋插进了车里 鬼灭人也晕了过去 后座的二人 赶紧趁着这个机会逃了出来 可没走几步 悉尼突然改了主意 现在鬼灭人是晕倒的状态 只要拿下他的面具 就能确定他的身份 今后的日子 大家就无需再提心吊胆了 闺蜜拼命劝说 悉尼逃命 但悉尼心意已决 他独自一人返回到车子边 此时车内空无一人 哪里还有鬼灭人的影子 悉尼转身将这个坏消息 告诉了闺蜜 直至下一秒 鬼灭人便从这档物后跳了出来 并手段残忍地杀害了闺蜜 惊恐的悉尼把他救跑 最终躲进了一间剧院 在这里 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 被绑在舞台上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 就是他的男友德里克 将德里克弄醒后 悉尼开始手忙脚乱地帮他解锁 但就在这个时候 鬼灭人注意的进来 他劝悉尼不要轻举妄动 然后主动拽下面具 露出自己的脸庞 鬼灭人的面具下 正是悉尼的男闺蜜 面对危险 德里克劝悉尼赶紧将自己松绑 这样他才能和悉尼一起抵抗男闺蜜 但男闺蜜却说 德里克是自己的同伙 想起一年前的案子 悉尼犹豫了 他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 男闺蜜见中 抓紧这个机会 开枪射杀了德里克 紧接着德里克的尸体 突然升到了半空 显然这里出了悉尼和男闺蜜 还有一个藏在暗处操控舞台的人 说话间记者戴比 拿枪指着盖尔走了出来 看到戴比的身影后 悉尼愣了 一个熟悉的名字脱口而出 卢米斯太太 原来这个戴比 正是之前那个鬼灭人比利的母亲 自从儿子被杀后 他就一直计划着要帮儿子复仇 这一年来他改头换面 乔装打扮成为记者接近大家 另一边还悄悄的资助穷学生男闺蜜 让他为自己办事 说完自己的伟大计划后 戴比出其不意的开枪 射向了男闺蜜的胸膛 男闺蜜已经帮他完成了大部分任务 接下来就只剩下 帮他背下杀人的黑锅了 完全没有防备的男闺蜜中枪后 还想要开枪反杀 但由于体力不支 这一枪不慎打中了无辜的盖尔 眼看着闲杂人等纷纷下线 戴比捡过男闺蜜手中的枪 他神色巅狂的斥责席尼的母亲 抢走了自己的丈夫 这才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 席尼甚至现在和戴比讲道理 只会激怒他 让自己死得更快 于是他灵机一动 看向戴比的身后 并故作惊讶的感叹 男闺蜜怎么还活着 戴比下意识的回头 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席尼趁机拎起道具酒瓶 狠狠的砸在戴比的脑袋上 紧接着席尼赶快躲进了身后的房间 这个房间是舞台道具的控制室 悉尼先是打碎墙上的玻璃 取出消防斧 紧接着狠狠地砍断了 控制舞台上方聚光灯的绳子 下一秒聚光灯应声而落 差点将戴比砸成肉酱 接下来悉尼又疯狂地 转动着舞台上的所有开关 舞台上的道具纷纷跌落 钻出躲闪不及的戴比 被一堆巨石道具埋了起来 片刻后 无矮的戴比没了动静 悉尼就想趁机逃跑 结果阴魂不散的戴比 再次撑了出来 他挥舞着手中的匕首 疯狂地穿着悉尼刺去 二人你追我赶地回到了舞台上 虽然悉尼用尽了全身力竭抵抗 但最终还是被戴比按在了地上 正当戴比准备收割悉尼的人头时 柯顿突然持枪出现 看着混乱的现场 柯顿有些疑惑 在悉尼的介绍下 柯顿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此时戴比突然开口 气球柯顿放过自己 自己可以帮他上节目 眼看柯顿没有心动 戴比再次开口强调 心情害柯顿坐了一年牢 他们又共同的敌人 这次柯顿倒是有点动摇了 但他也没有急着下决定 因为他还想让悉尼陪自己 去上综艺赚流量 生死关头 悉尼自然能屈能伸 他当即同意了柯顿的要求 柯顿非常清楚 该怎么站队才对自己最有利 他当即开枪打倒了戴比 盖尔也在二人的帮助下 回到了舞台上 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戴比 盖尔小心地问道 心情话音刚落 就听到了身后传来了一声惨叫 看着浑身逝起的男闺蜜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而他很有默契地 同时开枪将他打上了筛子 为了避免这样的意外再次发生 心情转身朝着戴比的额头 又拨了一枪 杀人犯全部下线后 警察和救护车 终于牵着点来到了现场 这次在事业与爱情之间 盖尔选择了爱情 他没有抢着收集第一首新闻 而是陪着胡子哥坐上了救护车 而心情也将所有荣誉和美光灯 都送给了柯顿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本片是惊声尖叫系列的第二部 在故事情节上和第一部紧紧相连 讲述了连环杀人犯被杀后 他的母亲模仿他的作案手法 为其报仇的故事 本片利用模仿作案的设定 大大方方地延续了第一部的整体结构 并且保留了吐槽恐怖电影 俗套情节的搞笑桥段 这样的做法虽然保留了上一部的优点 但也降低了看过前作的观众的体验感 除此之外 本片在细节上的塑造与前作品 也有差强人意 导演为了制造悬疑氛围 刻意地隐瞒了凶手身份 由于全程代彼和男闺蜜的戏份都比较少 二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同台戏份 因此在揭露鬼灭人身份的时候 会显得有些突兀 全片看下来还真要了电影中蓝迪的话 大部分续集都逊色于前作 预言底蓝迪真的不会是你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